好 再做下一題是混合熱水加冷水 所有混合的題目都是從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講起 請問你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變成什麼 一杯溫水很好 不會上面熱下面冷 不會左邊熱右邊冷 這告訴我 兩後相接觸最後必達 熱皮門 什麼叫做熱皮門 溫度一樣 溫度一樣 那為什麼會熱平衡 為什麼會熱平衡 因為熱量會流動 會從高溫移到低溫 這件事很簡單 可是很重要 我們未來還會常常有人考這件事 熱量的移動方向是從高溫移到低溫 不是從質量大到質量小 不是從體積大到體積小 不是從密度大到密度小 是從高溫流到低溫 那麼流動的時候 流動的時候 有什麼結果呢? 有人在放熱 有人在吸熱 對不對? 那有什麼關係呢?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有人掏出500塊 你拿到300塊 有人要把它掉在地上 OK 所以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就是跟計算有關係的關係是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問題是熱要怎麼算? 你不是說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那熱要怎麼算? 熱要怎麼算? H等於M deltaT H等於M deltaT 就是算法 這句話 這句話 我現在寫的話 未來還會再出現 未來還會再出現 OK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變成一杯溫水 兩目相接觸 最後並談熱平衡 為什麼會熱平衡? 因為熱量會流動 怎麼流動? 高溫流到低溫 流動的時候有什麼現象?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 deltaT 30毫升90度的熱開水 加於20毫升90度的冷開水 我考慮熱量散失 請問你何止的正確? 這個A跟B是平衡度是要算的 C跟放也是要算的 這兩個C跟豬答案不可能都對 因為放熱會等於吸熱 答應會一樣 OK? 好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變成一杯溫水 接觸必然熱平衡 比較溫度會相同 然後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那怎麼算熱? H等於M deltaT OK? 所以30毫升是30公克 溫度墨外X度 然後高溫減低溫90-X 誰吸熱? 20毫升10度吸熱 20乘X-10 這裡沒有散熱 不用算 好 認真算 努力算 答案呢?就58 58 叫做墨溫58 墨溫58表示吸熱、放熱、散熱 多少?沒有散熱啦 多少? 放熱會等於吸熱 你可以去算放熱你可以算吸熱 我算的是放熱 960 所以答案就是A 所以我們答案選A OK? 好 那個C跟製作錯 C跟製作錯 OK? 好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有人問得嗎? 沒有 好 換你們 隔熱量 隔熱量喔 就是不會 熱量不會跑到外面 外面也不會進來 外面沒有熱進來 裡面沒有熱出去 80度是一公斤 注意喔 它寫的是一公斤喔 要配成40度 要再加20度C的冷水多少公斤 才會配齁 停車站接會 33 32 3號 誰不站 3號不站 10號 10號 上來 不要踢到我的線 把它擦掉 不要踢到我的線 不要踢到我的線 我不會 你又要踢到我的線 小燕不要去到我的線 手臟他只可以寫字,來上來寫,我不會 你可以寫英文也可以說I don't fly,我不會飛 你會寫就寫不會,然後就回去做 來我要轉過來一下 這兩個是完全不知道的,就算 你這裡的很奇怪 這個一千乘八十我還可以稍微理解嗎 你把那個,指量一公斤換成一千公克 你為什麼有個二十S啊,什麼東西啊 我很難理解,你要算什麼 那個我很難理解 一杯冷水加一杯冷水 然後呢,日後必達熱平衡 然後呢,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這樣怎麼算H.M delta T 第一個,一公斤要換功課 所以,一要乘一千 delta T,高溫是80 最後溫度要40,所以80-40 delta T,高溫-低溫 誰吸熱,冷水吸熱 不知道幾公斤,S公斤 也要換功課,所以要乘一千 然後呢,溫度變化,它本來是20要升到40 高溫-低溫,所以40-20 所以40-20 然後就列四就列完了 後面就要數學啊 理化到此結束啊 後面就數學啊 認真算啊 努力算啊 算完就兩公斤啊 所以答案就是兩公斤 可以嗎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